这样做的猪肉外焦里嫩 比自然羊肉还好吃哦 我家孩子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麻辣鲜香又营养 做法简单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今天花了五块钱买了一块新鲜的里鸡肉 改刀先把它切成一只宽的厚片 最后把它切成大点的肉丁 切好之后放到大碗中 下面倒入适量的生抽 蚝油 胡椒粉 一勺白色的食盐 一勺难得调味料 一点点酱油 最后放入姜丝 葱段 下手刷出葱姜汁 然后再将肉丁充分的抓拌均匀 把这个料汁充分的吸收到肉丁中 这样才入味好吃 大概抓拌一分钟左右 放入一个鸡蛋清 放入蛋清 这样做出来的肉更加的滑嫩鲜香 抓匀之后往里面放入一勺玉米淀粉 放入淀粉能锁住里面的水分 再次充分的抓拌均匀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浆制的非常的鲜嫩 像这样就可以了 在上面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封口 上面盖上盖子放一旁腌制20分钟左右 先下来准备几个大蒜拍碎切成蒜蓉 然后再切点姜末 切好之后放到盘中备用 再放点切好的香菜 这时候肉丁也腌好了 把里面的葱姜剪出来 拧起锅多倒一些食用油 油热把腌好的肉放进来 炒拌均匀炒出里面多余的水分 像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再把它倒出控油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用手轻轻的一掐就烂了 特别的鲜的 另起锅留少许的底油 放入花椒辣椒 小火把它们炒出香味 这时候放入葱姜 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后把肉放进来 放入88粒白芝麻 一勺自然粉 一勺辣椒面 适量的鸡精 充分地炒拌均匀 哇 这时候就能闻到满厨房飘香呀 放入香菜和洋葱丁 炒匀之后美味继成 接下来准备几片洗干净的生菜 摆入盘子里面 把炒好的肉丁放到中间 哇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一道麻辣鲜香 下饭美食就做好了 一出锅把戈壁家小朋友都掺哭了 我们这样做出来的猪肉 麻辣鲜香 吃一口 有一股浓浓的自然香味 肉质鲜嫩 肉味不腥 对自然羊肉都要好吃百倍哦 喜欢的朋友 你也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美食的做法就到这里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留言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家人都能学会这个做法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咱们下个视频